美东时间4月12号早晨 在熙熙攘攘的纽约布鲁克林地铁站 突然响起一连串的枪声 随后至少5人应声倒地 16人受伤等待救治 消费人员在街道烟雾报警后 立即赶到现场 血流成河一片狼藉 排查过后 又在站内发现数个未引爆的爆炸装置 好莱坞枪击现场 又一次在纽约地铁站被复刻 根据NBC的报道 周二上午8点30分左右 枪手在日落公园第36阶 和第四大道的车站开枪 一个半小时后 他仍然在逃 没有被缉拿归案 目前纽约警方几乎全军出动 在对地铁隧道进行梳理 因为根据一些目击者的报告 他在作案后 可能跳到了铁轨上逃亡 但截至小编发稿 证明袭击者仍然躲藏在纽约的某个角落 甚至可能随时再发动一场 惨无人道的袭击 根据警方的描述 袭击者疑似是一名身高约五英尺五英寸 体重180磅的男子 初步清新显示 嫌疑人穿着橘黄色建筑背心 头戴防毒面具 警察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信息 判断他是单独行动 但动机还正在调查中 不过现在调查人员的首要任务 就是全面搜捕枪手 尽快逮捕归案 稍后 纽约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条推特上表示 他已经听取了关于布鲁克林这一发展中情况的汇报 州长说 随着调查的继续 他的办公室将与MTA 也就是纽约大都会运输署 和纽约警察局合作 与此同时 纽约市长艾里克·亚当斯的发言人 法比恩·李维表示 亚当斯已听取了有关布鲁克林地铁枪击事件的简报 他还表示 未来安全起见 我们要求纽约民众要远离这个地区 以便急救人员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并进行调查 美国新闻周刊 援引纽约警察局一名官员的消息称 纽约布鲁克林地铁站突发枪击事件 目前已造成16人受伤 而纽约警方已将此事作为恐怖主义事件进行调查 与此同时 纽约教育部门发言人表示 由于纽约布鲁克林地区的地铁站 当天早上发生枪击事件 布鲁克林地区附近的所有学校 目前都处于庇护所状态 这意味着不允许任何人离开学校 只允许学生进入学校 就在这次枪击案的前一天 也就是4月11号 美国总统拜登刚刚宣布了新的控枪措施 以加大对幽灵枪的管控 这项新规由美国司法部发布 内容包括禁止商家不进行背景调查 就出售幽灵枪套件 将这种套件列为联邦法律认定的武器 要求商家登记已出售的幽灵枪等 结果就在新规出台不到24小时的时间 就出现了这场大规模枪击上人事件 除了枪击泛滥这一根本因素外 纽约地铁现如今也已经臭名昭著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前段时间 MTA公布了一组数据 2021年 纽约地铁内共发生了461起重罪袭击案件 同比攀升28% 这是自1997年由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一系列袭击案件发生后 纽约市长下令加派警力在地铁站内巡逻 曼哈顿区长与多名市议员则致函负责地铁运营的纽约大都会运输署 敦促加装月台门 因为放眼全球 很多亚洲欧洲城市的地铁都装有月台门 但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纽约 却还保持着这种原始的配置 其实大都会运输署曾讨论过 为纽约地铁加装月台门 但高昂的成本 老旧的车站增加了施工的难度 使计划一度被搁浅 大都会运输署执行长力博 曾以纽约地铁特殊复杂性为由 婉拒加装月台门的建议 但随后又改口表示 纽约地铁将展开试点计划 在时代广场站7号线 皇后区肯尼迪机场站E线 曼哈顿第三大道站L线 加装月台门 时间来到2022年后 小编感觉纽约地铁的犯罪率 恐怕还会再创新高 因为今年已经过去的三个月中 每个月在纽约地铁站中 都有发生震惊全国的上人事件 1月15号 在时代广场地铁站出现惊悚一幕 一名男子走向一名 正在等待地铁的40岁女子 将她推进铁轨 此时一列火车正好进站 导致该名女子直接死亡 1月23号上午 在曼哈顿夏城 富尔顿街地铁站内 一名62岁男人 被人推下铁轨 她虽然在之后 爬上了站台幸免于难 但因腿部受伤而被送往医院 2月26号早晨 皇后区的一个地铁站内 三名男子向一名46岁男子索要钱财 随后双方发生争执 受害者的大腿被刺伤 同日下午2点50分左右 纽约东部布鲁克林附近的一个地铁站内 一名陌生男子 突然从背后打了一名20岁的女性受害者一圈 女子当然要为这无端的袭击 距离力争 谁知 男子直接掏出一把刀 在女子的腹部连刺三刀 晚上8点10分左右 两名男子试图从一名男性受害者身上抢走财物 随后双方发生了打斗 受害者腿部被刺伤 3月8号晚间 一飞翼男子在马哈顿地铁站撞上一名亚裔男子 朝着受害人喊叫一番后 嫌犯从包里掏出锤子 击打亚裔男子的头部后逃逸 奇迹发生后 受害者流血不止 好在被及时送往医院 保住了一条命 3月15号早上7点 一名25岁的男子 在欧松公路104街和自由大道乘坐A车时 突然被一名30多岁的男子 用玻璃瓶猛砸头部 导致他头部割伤 被送往亚买加医院医疗中心治疗 身穿深色衣服的攻击者逃逸 攻击原因不明 像这样的袭击 恐怕每天都会在纽约地铁中上演 作为全世界最繁忙的地下交通系统 如此下去 还如何让广大上班族们 安心的乘坐地铁通勤呢 最后小编提醒生活在纽约的观众朋友们 目前布鲁克林战袭击者尚未归案 大家在出门时要万分小心 多一个心眼就多一份保障呀 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